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來到XXK 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吃XO醬 我和家人很喜歡吃XO醬 因為我們是上海人 經常會包餃子 包餃子的時候 就會拿XO醬飲來吃 尤其是我媽媽超級喜歡吃XO醬 適逢是母親節 所以我打算做一個XO醬的蛋糕 給它一個驚喜 你們喜歡吃XO醬嗎 如果喜歡的話一起做吧 Let's go 我們現在第一個步驟 就是開小火爆香的Bacon 把Bacon一次過落去 我們就不用另外加油 因為Bacon已經有油 大概輕輕炒三分鐘 我們就可以加XO醬了 剛才跟大家說過 家人很喜歡吃XO醬 所以我會加一大匙羹下去 如果你們很喜歡吃 你們也可以加很多 加下去吧 如果不夠的話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自己可以再加多一點 這個很香 很香 功助人員都很厚 其實這個是我自己的心情 好了 輕輕爆一下 就可以拿起鼻翁了 現在我們爆香洋蔥和菜椒 然後我們加少許油 然後我們加少許油 三色椒 其實你可以自己加一款青椒 不過我想做出來的效果比較漂亮 所以就用了三款顏色的椒 我們炒一炒 我們炒一炒 哇 大家看到嗎 很漂亮 然後我們加百分一的鹽 和百分一的胡椒 分下去 炒一炒 大概炒三分鐘之後 我們就可以關火 裝起備用了 我們現在準備一個大盤 將油放在裡面 用中速打發它 好 看到它有這個羽毛狀呢 我們就可以伸手了 記得牛油一早就要在冰箱拿出來攤 好 我們就可以加砂糖和鹽 砂糖和鹽 好 接著就繼續用中速打發它 蛋的醬顏色我們就可以收手了 之後就逐粒逐粒雞蛋地加入它 那開機吧 低筋澱粉 記得過篩 加上粉 加上粉 和芝士粉 接著用切半的方法來攪勻它 接著我們就可以加入牛奶了 又是用切半的方法去由下到上這樣切半它 加上牛奶之後呢 你就可以攪勻它 混長就可以了 你千萬不要攪太多 要不然呢 待會把蛋糕焗出來 就會很硬 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加上煙肉和彩椒 下去了 全部加進去 這樣 避開油 不想太多油 現在加上彩椒和洋蔥下去 我們呢 留一點點 不要全部倒下去 待會呢 鋪在表面上 讓蛋糕再漂亮一點 這樣吧 用切半的手勢 這樣均勻之後呢 就可以拿毛了 那我們呢 就預備一個長方形的毛 將它全部加進去 那好吧 我們現在呢 就加一些椒 在頂上 讓它更加漂亮 看看 這樣就可以進焗爐了 Let's go 我不告訴大家是什麼味道 但很想告訴大家 這個XO醬蛋糕 保證你有驚喜 接下來沒有親節 希望所有媽媽都沒有親節快樂 辛苦了 各位媽媽 記得訂閱和讚好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